熟練而快速地將餅皮翻面 再細心地將餅皮切成條狀 這是李德凱每天都要做的事 當初為了母親傳承眷村美食文化的夢想 毅然回到嘉義這個故鄉 開設眷村美食餐廳 因為剛好前一年我奶奶過世 然後就覺得我們的手藝 就到媽媽這邊 好像就沒有人再傳承下去 李德凱店裡的麵食都使用義大利進口橄欖油製作 不僅可以增添這些眷村美食的風味 更可以吃出健康 其實目前世界上橄欖油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用 去做這樣子的美食是我們的優勢 這種是耐高溫的 所以我們的東西都是用健康的油 李德凱從小就吃著眷村美食長大 做出來的眷村美食自然也是非常道地 店裡的顧客大多也是衝著這股記憶的味道而來 小時候味道 就像是以前阿公 那個爺爺啊 做的那種家鄉菜料理感覺一樣 每次來都會點香片 但是小時候阿公都會帶我們去吃 吃到包子都會配那種香片 然後這邊可以喝那種香片的感覺 就覺得有種小時候記憶 在眷村美食文化逐漸消失的時代 李德凱已經是第三代的傳承者 往後他也會抱著對眷村美食的喜愛 將這份熱情一直傳遞下去 《中正義報》記者董信瑜 江韻錡 嘉義報導 《中正義報》記者董信瑜 江韻錡 嘉義報導 岩味錡